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到最早开赴的通商口岸 发展成现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 其实不同时代的人 对厦门这座城市的范围 定义也不尽相同 在我小的时候 中山路 中山公园一带 才称作厦门 过了火车站就不算厦门了 15岁的时候 我离开厦门到美国读书工作 一待就是十年 回来后 发现厦门变大了 同时许多老街也消失了 所以我开始走街串巷 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 也去寻找我记忆中的老厦门 老厦门指的是厦门最早的建成区 北之下河路 东之百家村 南之厦门港 西林陆江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厦门的城市建设 经历了一段高峰期 填海驻路 修建码头 规划市场 大量的华侨返下投资建设 盖起了一排排中西河壁的棋楼 洋房 奠定了老市区的格局 老市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探索了厦门人的华侨文化 与码头记忆 承载着厚重的闽南人文 时至今日 依然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下 独具一格 韵味悠长 那时 天天行走于老街巷的我 很渴望有一个巷导 走进商店 有古浪雨 夏大 征挫安的社会地图 可就没有厦门老城区的社会地图 我想 作为厦门自由历史沉淀 文化底蕴的一个区域 怎么能够被遗忘呢 所以 那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走遍老城区的两百多条街巷 寻访 拍摄 记录 核对资料 用两三种颜色的水笔 扣了出老城区粗略的社会地图 地图手稿在发布到网络后 获得许多人的共鸣 于是我决定将其印制出来 并附上景点介绍 与路线攻略 既方便大家行走 也让大家更多地去关注我们的老城区 我一步步把手稿与微信图核对 调整 电子化 最终在2013年 做出了厦门第一份 老街上手绘地图 这五年来 我对厦门的探索 一直没有停歇 从制作带有厦门元素的 文创衍生品 到撰写老厦门的文史专题 我也收藏了不少 有关厦门的老地图与旧物 令我地图上的资料更为准确 每条街巷的名称 不仅仅是一个代号 背后更有一个故事 这些老街巷 我已经不知走了多少回了 还会继续走下去 这是我品味厦门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寻找 与探索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了厦门的承赏脉络 感受到厦门的人文魅力 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 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